HELLO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文雄 雄哥 那我想說這一集來聊一聊撞球 聊一聊以前的往事 那首先非常感謝我們非常多的朋友 這個留言 這個上次有提到逆轉聖 那這個Thomas Hu 說這個睡前聽這個故事 覺得還不錯 那還有我們的陳地瓜 逆轉聖說看了很多次 那非常謝謝他 然後還有這個我們的Tim Chen 然後還有JK DER 也講到逆轉聖 那非常感謝B.Lau 說非常支持 那還有馬文也講到逆轉聖 有些球是我們設計的 其實世賢兄王世賢 還有這個怪獸 他們的球技是真的不錯 那還有人講到這個Boba Boba X 也提到他一些打球的一些心得 另外這個L.I.L.I.L.I.A.O. 提到說求勝 求勝是無焉 那問我幾年次 我51年次 51年次的話 今年剛好虛歲60 我是年初的 所以在明年我就滿60歲了 那講到周星馳小宣宣 對其實港星周星馳還有劉德華 劉德華他球技不錯 不過香港都是打史諾克 那劉德華以前在早期二三十年前來台灣那時候拍片 我有聽到朋友說他們也碰到他打球 那周星馳跟我同年次 劉德華大為歲 感謝AaronLine 這個常常支持我們這個雄哥撞球的教室 非常感謝 那另外非常多的朋友最近留言 都是非常棒的寶貴意見 那李傑克說看我打球是享受 非常感謝 還有謝寶說行雲流水 白玉雄就希望我講故事 那我們也提到了逆轉勝 然後張辛克說我女兒多多會不會玩 她是在球場待久了 自己好玩 自己就自己隨便拿起來亂打而已 那另外這個小白 這個陳小白他提到說以前那個年代 95年到2005年那個年代 這個我待會很快的再回到小白的部分 感謝這個陳俊說我拍這些影片 這個跟大家分享 感謝大家支持 那另外我們的廖聰穎 這個跟他很多年朋友 他知道我60歲了 那還有王英傑謝謝你 還有Ronnie Rowe非常感謝 還有鄭哥說我保到位了感謝 然後瀟灑瀟灑胸說他就是準度不錯 那做球觀念比較沒有那麼強 其實做球觀念就是也是要累積多看 那如果不嫌棄的話可以在這邊可以看重播就可以 可能會對各位的觀念會有比較幫助 那另外這個陳Steven講說以前感覺灌球像拼球 現在看我示範灌球覺得好像不是在拼球而是基本球 其實灌球之前我介紹過很多次喔各位不要去害怕 你只要熟悉了之後喔它就是會變成基本球 譬如說我現在以前我們剛開始打的時候這種球我們認為也是拼球啊 那當然我現在這個年紀我會覺得這種球是在拼球 但是以前比較年輕的時候天天在摸球喔 或者是成績有比較好變成職業選手的時候 這種球我們就認為基本球了喔 那但是可能我們某些朋友覺得這種球是在拼球 當你熟的時候你會覺得這種球是基本球的嘛 覺得是在拼球現在熟了就變成基本球 你把它轉換成灌球意思是一樣喔 只是差別它是先碰顆星再反彈近代喔 養成習慣就不會特別緊張喔 那非常感謝還有我們的小潮 小潮住在西雅圖小潮非常感謝 那白衣熊說趙風邦趙老大跟我是天生吃這行飯 其實天天吃這行飯的人非常多 那我覺得我個人比較有點小遺憾是 連續三屆是市井賽的政選選手 但是都因公啦就把這個名額浪出來了 那後來到了40歲左右的時候 覺得想要拼世界盃那時候就已經沒辦法拼台灣的政選了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高手太多了 所以選拔賽都拼不上了 然後排名賽也排不到政選的名額 然後非常感謝還有我們的James Tsai 然後另外Thomas也特別提到 還有Clouded Lee 也特別提到冠球 然後梁藝成非常感謝 還有林佳陽 那另外Bob成非常感謝 還有神出鬼沒 說我很愛打 昨天打了三場 非常感謝 還有陳毅令 還有我們的KAI 這個早 大家非常感謝 真的大家都 這個非常熱 非常有熱忱 非常感謝大家 那阿喵講說以前的職業會 大概可以出50級 真的以前職業會 那個年代真的非常精彩 那時候職業會 職業會可以說到處都有比賽 我上一集也提到說 大家搶著要辦職業會 各地的球館 那台灣當然最大的 這個所謂的選手 當然就是以人口數最多的 就是大台北嘛 台北還有新北還有高雄 那其實台南有一陣子 也是非常的瘋瘋火火的啦 那高雄 台南那時候有這個黃國展 兩位黃國展 大小黃國展 都職業會選手 還有老前輩 蔡文青 他們好幾位 也撐起一片天 還有余鎮雄 那時候也是剛竄起的新秀 那時候台南非常多的選手 還有老前輩也有劉二振 他們那時候台南 台南那時候最出名就是中正盃 那大家應該有印象 在那個東地市 所以那時候台南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鎮 尤其黃國展 到後來慢慢退休 不當選手的時候 他栽培了很多台灣的一些 年輕一代的選手 去台南跟他學球 包括柯秉毅他們 那另外高雄台北 我想這個就大家 應該都比較耳熟人想 新北也非常多的高手 像一些老前輩都是新北的 譬如說林鄭晃 這個塞公 那個林青龍 那非常多的選手 都從新北出來的 那台北也很多 因為人口多 那還有一個城市 它人口不多 大概只有20多萬人的 這個嘉義 嘉義在30年前 有一陣子嘉義 比賽非常多 我們常常去嘉義 那時候都住嘉義火車站附近的 這個旅館 或者飯店 那時候嘉義的代表性的人物 當然就是屬這個 我們的玉面戰神 呂玉虛 那時候呂玉虛 那時候台北還有幾位選手 有一陣子也到嘉義去工作 包括這個洪鹿宮 也在嘉義待過一陣子 另外的我們的豐城小職 呂玉虛 也在嘉義待過一陣子 那時候嘉義 雖然這個人口不多 然後地方 嘉義市 我們講嘉義市 那地方也不大 但是嘉義那時候的 花式撞球的風氣 非常鼎盛 然後嘉義的那個球館 也弄得非常好 那比賽也弄得不錯 那有一屆嘉義是1999 九幾年嘉義 應該是93年吧 嘉義還辦過一次的 亞洲杯在嘉義 辦得也非常的熱鬧 非常成功 我記得李坤發行是拿亞軍 還是冠軍 跟菲律賓的選手 那所以嘉義是 很多人不知道 他這麼小 但是他也是 曾經是花式撞球 台灣撞球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重鎮 嘉義 那所以那個年代來講的話 台灣可以說 這個各地都有非常 代表性的球館 還有非常代表性的球星 那很多大家都知道了 那另外我們這一個小白 回到剛剛小白 那我們先感謝一下 這一個 這個很多朋友留言 那有人問我 我現在是用豪肝 那陳地瓜說打球的尺寸 球桌 球桌是這個花式撞球 內徑是4.5乘以10 4.5乘以9 因此 那凱翔說瞄球點 我瞄球點 如果正常瞄球的話 都是看進球點 都看止球的點 那如果遠距離的話 我會趴很低 那時候不是看進球點 而是看後薄了 所以會有點不一樣 那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有人看後薄 有人看進球點 甚至有人對到後面去 但是我不建議對後面 對後面我怕你會 視覺上會有 到時候再拉回來會有落差 那 非常感謝還有我們的賴慧祝 他給我們鼓勵 非常感謝 還有我們的神出鬼沒 好那小白有提到說 他個人的印象中 95年到05年 台灣的撞球巔峰 有趙老大在國際賽 還有韓國亞洲杯 亞運 賭成了觀眾觀 英國的世界杯 國內職業會 台北還有Peace杯 一堆我們奪冠的選手 還有阿美姐是世界冠軍 阿美姐是幾乎 只要講得出來女子比賽 阿美姐幾乎拿到冠軍了 亞運 世錦賽 還有一些世界杯 還有這個安利杯 阿美姐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 女子選手的第一位 那當然也因為阿美姐一個帶頭作用 那我們女子選手 在剛剛小白提的那個年代 就開始串起來了 大家慢慢就 很多人投入就串起來了 那搭耳熟人翔的 包括小慧欣 賴慧山 還有小妹蔡貝珍 還有小天后張書函 還有女殺手林元鈞 還有大眼妹 大眼妹 我們講的這幾位 都是有拿過國際賽冠軍 那雖然有幾位 沒有拿過國際賽冠軍 但是也在那時候起來的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位子倩 還有大眼妹的這個愛圖 這個陳家花 那還有這個 我們的這個陳和雲 還有這個 還有拿過 還有拿過那個 國際賽有 那個拿到2017的四大運的 那個單打女子 那個高雄 哇 我真的很糟糕喔 現在突然記不起來 高雄美少女 他們都有拿過 這個國際賽冠軍 那另外 有很多的女子選手 在那個時候都慢慢萌芽 起來茁壯 那有講到阿順跟這個夏暉凱 那時候是餘亮情節 因為他們年紀差不多 而且都是高雄幫 所以那一陣子 有誰跟誰喔 那種對抗起來喔 偉來直撞也好 或國際賽碰到 也是很多話題喔 也增加大家這個 一些看球的這種緊張跟刺激喔 那他們兩位都是一流的選手 他們也都拿過亞運冠軍 阿順拿過這個九號球 那 夏暉凱 夏暉凱在2002年的亞運 拿到這個亞運的八號球金牌 他也打破了F-RAM的魔咒 F-RAM到美國打這個八號球 一場都沒輸過 所以他只要參加八號球都拿冠軍 結果在2002年的浮山亞運 被夏暉凱給解決了 就等於是破了他的魔咒 那夏暉凱那一次也拿了冠軍 那也提到了顏永宜 那安利貝這個大咖雲集 小白特別提到 Generia 俄羅斯純 微谷金家印 廢血 兩位廢血 那另外還有提到了 我們的泰山 神童 還有邪神 光輝的十年 真的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一直到 2010年左右都還蠻popular 因為2010年有廣州亞運 那2010年廣州亞運 小萌拿到八號球的冠軍 所以從我們第一次撞球 有亞運是1998 一直到目前的最後一屆 2010年我們每一屆都有拿冠軍 那其中兩屆我有參與 我跟這個勇哥 在2006年的卡達亞運 跟2010年的廣州亞運 那我們很榮幸有參與 而且都有拿到冠軍 那廣州亞運我擔任總教練 也是我人生在撞球裡面 我也覺得就是從選手 球評教練帶隊一直到亞運 我覺得很榮幸參與 那也覺得非常珍貴的 所以人生的回憶在撞球三十幾年 那唯一小小遺憾就是沒有參加世界錦標賽 以前政選不能打 等到想打的時候打不贏人家 選不進來 好 那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了解的 就像阿喵講的職業會的故事可以講好幾十集 只要大家點名或是講哪一個年代哪一件故事 我基本上都可以講 那不去講人家的隱私 那也不去攻擊 因為包括我 我們都不是完美的人 我們一定有做錯很多事 我回顧這將近六十年 成年之後 做了有些事情也是no good 那人生就這樣嘛 撞球就像人生嘛 我們也有低級失誤一樣 只是撞球可以重來 下一局好好打 下一場比賽好好打 那差別人生沒辦法重來 但是錯了就錯了 那就記取教訓 就重新出發 小環境大環境不管好不好 就是還是要這個要面對 那非常高興這段時間 跟我們這些好朋友 大家雖然都沒有見過面 但是非常感謝大家看這個我的YouTube 然後給我按讚給我鼓勵 那尤其是這個提供非常好的寶貴意見 讓我有更多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其實我剛剛打了幾局啦 但打得不好很糟糕 就今天就沒有打球 想說跟大家來聊一下 好非常感謝這個剛剛有 有講到您的大名的 那如果有的比較早漏掉您的大名 那就這個多多包含 那我這幾天再看一下 之前大家有提到非常好的意見 我們再來在影片當中 再來跟大家這個回覆跟分享 好一樣 這個熊哥這個撞球 這個YouTube的平台是屬於大家的 那歡迎大家留言 一樣疫情有點小緊張 那大家保重平安 謝謝很好 你好 謝謝大家 謝謝 AND Fidy